我们下一个我们来看 所以我们懂为什么了 现在我们再来讲怎么做 怎么用最短的速度里面做到 里面就有一些技巧和一些原则 我们必须要跟从 因为它是一个游戏 这游戏一定有游戏规则 我们必须要很了解游戏规则 我们才有可能赢了这个游戏 刚才我讲两个什么 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来看 两个观念 哪两个观念 就是我们一来到这个行业 我们一做reway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观念搞懂 把这两个观念搞对 观念一错 其他的所做的全部都是错的 很多人都认为说 哎呀你要会卖嘛 产品很好 你会卖 你卖越多了你就越成功 是不是啊 那个是 那个观念是不对的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 很高的领导人 他们24个小时里面 什么鬼都做 除了卖 这事实上 重点不是在卖嘛 对吗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它的重点不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来看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必须要把观念搞对 第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有长远的想法 比较长远的一点的想法 我们眼光没看长远 我们眼光看前面的话 我们 教教 zaboy 这跟为什么要做 是一样的道理 对吗 我们要看长远一点点 要不然的话 你经不起一个打击 我们看远 当我们看远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我现在所做的,我现在所遇到的打击,它都是有理由的,为什么要有常人的想法,因为刚才我所讲的,一开始我就讲了,倍增是累积的,是吧,从小小累积累积到一个点的时候突然间变很大,它是累积的,所以累积的话你不可以一时三刻里面看得到,你必须要去制造一些,前面我所讲的可能是制造一些故事,你这些故事必须要能够, 影响到别人,对别人有正面的影响的,你要去制造这样的故事,当然故事累积的过多了,你就发现到这一套故事,你自己本身的这套故事,能够帮你很容易的推荐到人,能够帮助你很容易的消除出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必须要制造足够的故事, 所以我们必须要,你要累积这样的故事,你必须要时间 前面有可能,你做很多很多很多,不过收入没有这样多 不过如果你做,你一直坚持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你不要做这样多,不过你的收入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来看,长远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累积这样的故事,故事必须要能够感人,故事必须要能够影响到人 人家问你,你前面怎么开始的,哎呀,我也没有什么开始的,我去两个两个都不要买,难做就要死,这种故事能够影响人吗 那种故事是被打的故事嘛,所以如果说人家问你说,你前面为什么做得这么成功,其实也不是,你看到也不是表面 前面其实呢,我前面的一百个,我去找的顾客全部都不要买了 忽然间他觉得自己五个不要买,觉得好渺小,是不是啊 你要去制作这样的故事出来 这样的一些故事,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早期他是,可能对你来讲,他是很辛苦的,很不好的,是一种打击 不过时间一长,他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你们相信吗 就好像我时常跟人家挑战,刚才我跟几个人分享 我时常跟人家挑战,直销这个行业,我做了大概15年 我随便,你做几年都好,可能这边有做过直销的人,20年也好,30年也好 你随便讲在直销里面遇到的一个问题,直销这个行业啦,外面都不要讲 这个行业里面,你遇到怎样的问题都好 我可以讲一个类似的,我自己本身遇过 而且比你还惨,比你还痛苦十倍 任何一个问题,只要在直销里面 你的组织怎么崩溃啦,你的最好的下线怎么样,怎样跑掉啦 什么样的情况都好,我都遇过 也因为这样,所以组织大嘛,是吧 所以才能够解决问题嘛,是吧 所以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当然它是痛苦的 不过当我们眼光看残缘一点的人的话 这个每一个都是故事,是不是啊 所以我每次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讲这句话,口头传来的 以后有故事讲,是不是啊 当一泡,哇,流血了,创墙了,流血了 以后有故事讲,是吧 当这样慢慢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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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到的时候 哇,好多故事啊 什么情况我都有故事 所以组织一下子就传来了 因为这些故事能够帮人家解决他的问题,是不是啊 而且你的故事一定要比他还要感人,比他还要惨,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长远的想法 去累积他的故事 这就是子孝 因为他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不要整天在那边想 哇,那个很强哦,那个能力很好耶 他进来,啪就谁了 他进来,然后爆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说他进来了过后,他爆了,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你就成功了 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的,你要带的,各位 你要带的 不然你还是被淘汰,我跟你讲 就算你找到一个很强很强的人进来 你还是照样被淘汰 你相信我 所以你一定要比他更强 你要越强,越强 他做到 他做五个,他就 心灰意人,你要去十个 你要十五个,你要二十个 你要领导他 领导他,并不是你有多好的知识 还是之前有多强的能力 不是,是你能够 比他做多少 做比他多多少 承受比他惨多少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 那么第二个观念很重要的 就是你必须要有百分之百复制观念 因为他是背责的行业 要是没有复制的观念 他好难背贞 他也不可能背贞 我手上拿着这支笔 这个产商他会做一支笔吗? 不会的 他会生产很多 很多很多支笔出来 对不对 一个膜就好了 他很多笔,很多笔包出来 为什么他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笔 因为每一支都 每一支都一模一样 是不是啊 如果这支是这样 另外一支比较短一点 长一点,短一点 他就不能够生产很多 是不是啊 他就要很麻烦的做很多很多的膜 所以一个膜 同样的 他就可以一次过啪做很多 所以我们说要百分之百复制 他就才能够有很快的背贞的结果 听得懂啊 好 那么要怎么复制 要怎么才可以复制 复制的过程我应该做什么东西 好 是不是一直卖一直卖 是不是 是啦 前面是啦 你必须要卖 好像刚才我讲的 你必须要制造故事啦 你卖不是为了赚到一点点的钱 你要知道大钱在后面嘛 是吗 你不是卖了 哇,我今天赚到这个钱 我很开心了 然后去贪人家的这个钱 或者说去拉人家的这个地方放这里 或做这个地方放这里 你就赚到暂时的钱 有没有用 没有用的嘛 没有用的 你要的是前面这些是让你制造一些故事出来 你可能做了某一些牺牲 你可能亏了某一些东西 有可能这个线牌在这里 它对你来讲不是最大的利益的 不过你会制造很多很好的故事出来 解决接下来的问题 是不是啊 我们必须有足够长远的想法 好,所以不只是单在卖 卖的过程是要去遇到更多的问题 更多的难题 因为接下来你要去面对你的人了 是不是啊 你要去解决你的人的问题了 好,所以前面卖的过程 其实是在累积 或者说训练自己本身的一些销售经验 累积经验 懂不懂啊 好了 那么你主要的 这个复制的过程 主要的有三个动作要做 这三个动作你一直在做 你就在复制了 好,第一个就是 你必须要把人推荐进来 不只是卖 你必须要学会怎么推荐一个人 好,就是影响他进来做 所以怎么影响他进来做 跟刚才你的累积的故事有关 好,你要学会怎么把他推荐进来 不只是整天在卖卖卖 好,你把他推荐进来过后呢 你必须要把他交汇 你必须要教会他 因为那个是你的责任 你必须要把他教会 那么身交不如严交 严交不如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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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就是身体去做 不如好过嘴巴去讲 什么次 我们要做给他看 这是最好的方法 你示范 一次不可以第二次 不可以第三次 不可以第四次 对吗 一首歌你听二次次 你也会唱 是不是 一样的 你就是要这样做给他看 这是最好的教法 我很少说 你需要这样做 你要这样做 我很少教人家去做东西 除非他自己本身想做 要不然我就会做了 因为这是我对我自己本身的要求 你们必须要对你自己本身有这样的要求 是吧 不过并不是叫你去 要求上线就是这样 你先把自己要求好 因为当你要求上线是这样的话 你下线就会要求你是这样 是不是啊 你主持有可能大吗 不可能大的 所以一切都是从自己本身开始 你必须要把自己本身要求更高的水准 可以做多一点 赶快去做 是不是啊 是怕没得做 是怕没人示范 想要看你示范 有人想做 赶快去做 是吧 教教教教 然后追踪最后的目的 就是要把他独立起来 你要把人独立起来 让他们能够独立的运作 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应该是这样的 需不需要独立起来 你需要独立起来 你自己本身能够独立的运作 你自己本身也能够解决 你遇到的一些问题 如果遇到一点问题 就依赖 没有去思考 马上就依赖上线 马上就依赖你的领导人 你觉得你的人 眼睛在看了 因为身教不如 于是 颜教不如身教 她会看着的 你依赖 她也依赖 依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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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nto 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复制的 它不是你嘴巴讲的 不可以依赖啊 不过你的身体在做依赖的动作 它就会依赖啊 所以我们要懂的 这就是三个 你必须要 做的动作 里面有没有卖 卖产品有没有 销售有没有 这边没有 不明显吗 主要的是你要去推荐人 那么卖是什么 我是要做销售的动作是什么 就是我要累积足够的经验 要不然你推荐一个人 进来你根本都没办法 做给他看嘛 所以前面一定要去创墙 你一定要去创墙 很多人很怕 他还跟我讲说 老板 rewear不可以做 我说为什么rewear不可以做 他说全世界人都不要买 全世界人不要买 全世界人不要买 怎么可能 我就问他 你找了几个人 两个 他找了两个人不要买 他说全世界人不要买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有有有 每个人都有的 其实真的是这样 有时找第一个不买 找第二个给他用扫把赶走 找第三个被骂到狗血淋头 他会觉得全世界人都不要买 他觉得这个产品没市场 是不是啊 其实也只有三个人 对吧 所以我们要知道 人家不买是不是自然的 有没有可能全世界人都买的 有没有可能全世界人都不买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平均的规律 什么是平均的规律 比如说今天我走在街上 走走走走 突然间 有一个神出现在你面前 我不懂你的神是什么 比如说管你妈叮咚出现在你面前 懂管你妈是谁吗 认识吗 管你妈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你是做销售行业的是吗 我告诉你 接下来十个 你去了十个appointment 他会是这样的现象 那么第一个是不要买 第二个不要买 第三个不要买 第四个要买 第五个要买 第六个不要买 第七个不要买 第八个不买 第九个不买 第四个买 叮咚他不见调 相信吗 相信 为什么因为管你妈讲 是吗 不过我问你 这是不是自然的 一定有人买一定有人不买 这是刚才你跟我讲的 是吗 那么不买的人比买的人多 可以接受吗 是这样的嘛 这是自然的现象 对吗 好了 比如说 你知道是这样的情况了 你知道了 你去第一个 真的 他讲的真的是对的 不管你怎样讲 不敢你怎样求 你怎样做都好 他死都不买 那么你从他的门口走出来的时候 我问你好不好 这种事情发生好不好 不好 不买好不好 好 你们是变态是吗 不买都好 好不好 他不买肯定是不好嘛 不过我们如果硬硬要放一个理由进去 他有没有好的一方面 有的啦 每样东西有好的一方面就有不好的一方面 是不是啊 那我硬硬要想一个好的怎么想 累积故事 是不是啊 我有故事讲以后 最好越惨越好 不然我故事不够动人 是吧 我告诉你们 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非常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开心的 当然想到的时候 就是你更靠近一个买的人 是不是啊 原本那个买的人是第四个 现在让你解决掉一个不买的人 你现在变成第三个了是不是啊 开心吗 买的人一来一靠近你 开心吗 开心 再去多一个 碰 又创墙 这一次更严重 那稍把 稍把杆拎出去 朋友都没得做 好不好 硬硬要想好有没有 有 为什么 你又更靠近一个要买的人 现在变成第二个了 是吧 再去多一个 碰 这是很严重啊 这是很严重 把你骂到好像乞丐这样 狗血淋头 好不好 不好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他讲说 绿威不可以做 为什么不可以做 因为全世界人都不要买 是不是 其实有没有人要买 有 有 他在这个时候放弃 你会觉得他是什么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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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讲的 可惜 是吧 所以你要记得 有下一个就是买的人 是不是 下一个就是买的人 不要因为这一次的拒绝 你认为全世界人不要买 肯定是有人买 因为这是自然的规律 刚才你跟我讲的 你们能够接受吗 你们能够接受 你们讲的 你们同意的 好了 现在我反过来讲 比如说前面的四个都是买的 然后不买 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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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自然的 对 好 去一个买的好不好 开心吗 开心 马上今晚去庆祝 跟全世界人讲说 哇 立威真的充满希望 很好很好很好 不过有没有不好的一方面 不买的 越来越靠近你 而且可能那个是一个大锤在那边等你 砰 四分五裂 是不是啊 因为从很高很高的希望 突然间掉下来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销售就是这样 就是说 一定会有人买的各位 一定会有人不要买的 你的次数去了越多 自然就有越多人买 次数去了越多 也自然的 有更多人不买 是不是啊 我们要知道 下一个就是买的 下一个就是买的 它必须要是一个很好的习惯的动作 你不要整天有期盼的 哇 他要买 全世界人都要买那种 你不可以有这样的期盼 他买 你也不需要开心的 他不买 你也不需要太过不开心 你要知道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活动 这样你持续不断有这样的活动 你把它变成一种习惯 你一定 销售方面一定很成功 是不是啊 销售就是这样简单的 只是很多人 他的情绪被影响 所以他停顿了 他一个不买 他在家里休息三天 他在家里看连续剧看了三天 完蛋了 是不是啊 更惨了 他的那个 我们叫他的动力不间调了 所以我们要 一有动力可以 一有能量可以 马上就要去 去越多越好 不买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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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人买的啦 要不然我们怎么做这么几亿的业绩啊 对不对啊 那肯定是有人买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自然的规律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接受的 你不可以怀疑的 因为这是自然 你们也同意的 好了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背后 我们要推荐一个人 也很容易啦 因为你做到某一些成绩了 对吗 你赚到某一些收入了 你有一些东西给人家看了 就把他推荐进来 推荐进来 把他教会 然后把他独立起来 这就是你一定要 做的动作 复制的动作 好了 那么你一个人 能力永远就是有限的 那么职销不是一个 单打独多的一个行业 我们必须要 以团队来做 团队的精神来做 所以我们freeware呢 就有三个东西来帮你 有三个宝贝 要不要知道 要 要不要知道 要 好像很不甘愿的一样 这三个宝贝很重要 你们必须要充分的利用 这三个东西 来帮你做 你要做的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领导人 今天日月有没有成功的领导人 有 非常非常成功 而且非常夸张的成功 非常夸张 在直销业好难见 见不到 好难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是不是啊 而且持续不断的 越来越成功 所以我们讲说 这些领导人 能不能够借到利用 能够的 今天我一来到这里 比如说今天我带一个新人来 看到Simon 你懂这个是谁吗 这个人我告诉你 五年前 他口袋四块钱都没有 我做生意失败 你不要看他今天肚子大大咳 吓死人了 吓死人了 你看他摸他的口袋 现金里面一塌吓死人了 他每次拿一塌现金出来吓我的 这是真的真的 这是真的很可怕的 而且都是新币一千一千的 新币有一千块哦 台币多少钱一张 一张两万四 一张两万四这样一塌拿出来 那是台湾买车 我们先帮他付了 付了过后 他就在医保 他说你来来来做梦 那 呦 做梦 车的钱哦 这样吧 掌声一下 你看 我用一个情况来介绍他 是不是 这大家要跟他靠近一点点 你要跟他靠近一点 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才懂得怎么介绍 其实我在做介绍的动作 我在做什么 我在卖 我在卖他 我卖他 他越了不起 他在做日味 我也在做日味 对不对 他就会联想到说 日味是可以做的 是不是啊 刚好他做的话 是在我的组织里面 他好不好 我们要懂得讲卖别人 是吧 他整天跟他讲 日味可以 日味可以 我可以 日味可以 你要借用别人的力量 指指点点 你看那个 那个身材很好的 宝叶姐你看 我这样讲更惨了 你看那个 很有智慧型的那个宝叶姐 你看 他多强嘛 就介绍 分享 介绍 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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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强 他也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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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需要跟你跟你谈的 需要 不需要 你要懂得怎样 指 讲别人的故事 你要去了解我们 每一位领导人的故事 更深一层的故事 你要去做功课 这很重要 一直到你成为领导人的位置 是不是啊 到人家讲你的故事 所以我们要懂得讲别人的故事 在台湾也有好多成功的 冬先生啊 这些都是吹杀 是不是啊 要讲 这个以前 他是律师来的 这个以前 他是会计师来的 你看现在 多么了不起 是吧 要懂得介绍 卖人 我们要懂得会卖 这个在直销的话呢 他的术语叫什么 之前我的MDA有讲过 叫做Tia 通常华语 我们叫推崇 我们要懂得推崇别人 其实推崇的意思 对我来讲 就是卖了 就是卖 你要会卖 我们不只是在那卖产品 我们要会卖人 是不是啊 我们懂得这样去卖人 一直在讲别人好 不要整天在讲自己把他好 你更不可以 讲你带来的人 卖给我们全部的人 有些人就是这样 他把人带来了 他跟全部的人讲说他多了不起 谁可以影响他 既然他这么了不起 他来影响我们就好了 是不是啊 你要懂得卖水 你怕卖错人 是不是啊 比如说这个技巧没办法 我今天就是要分析技巧 我们叫做ABC法则 A就是什么 就是顾问 B是什么 B是什么 B是桥梁 所以叫bridge嘛 桥梁 桥梁 木 有没有木啊 随便 好 看得懂了 C叫什么 C就是我们要影响的人 英文我们叫顾客 顾客或者下线 或者新人 B是谁 B是永远都是我们 我们自己本身 今天一个直销行业 你会做B 你会做直销 就是你要懂得卖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我都在做B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很多人以为 老板一定是A嘛 顾问嘛 错 80%的时间我在做B 我在卖别人 是不是啊 不可以整天再卖自己 我自己多了不起 哪里有人要听的 对不对啊 都是在卖别人嘛 对吧 我刚刚还卖Simon 是不是啊 Simon已经给我卖掉了 所以桥梁就是 我们要卖别人 把力量推给别人 当力量推给别人的时候 那个有力量的时候 他是不是能够帮你影响人 不一定要永远自己影响的嘛 所以就是我们要懂得借力 借别人的力 你要借他的力 你必须要给他力嘛 是吧 我们要懂得讲卖 那卖得要很自然 那卖得要很到位 你别人卖超过 讲到好像神这样 就像刚才我在那边 找我签名啊 有些人讲到好像神这样 哇 太夸张了啦 对吧 那新人来看的时候 他就觉得 什么了不起嘛 你 看你没有什么头发嘛 什么 你是开始肥了嘛 你 当你卖太夸张的时候 人家就会什么 人家就会去找你东西出来 是不是啊 你要到位啦 不要这么夸张啦 你们不要害我可不可以 所以我们要懂了 我们卖一样东西也是 我们卖得太夸张 不要这样卖得太夸张 人家很防了 是不是啊 我们要卖到到位 刚刚好 当我们太高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把它损一点点下来 是不是啊 损一点点 人家才能够比较接受 对不对啊 所以 多到位 那就是经验啦 那个是熟练功 你怎么样去熟练他 你要练习 你要看别人 你要模仿 看别人怎么样 推崇别人 看别人怎么提 up 对不对啊 好 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卖 卖人 所以这个领导人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你要 他可以帮助你借用 来给你发展你的行业的 那么 第二个 很重要的 如果在场没有领导人 或者你在外面 你不可能整天抱住材门走来走去吧 对不对啊 你不可以整天这样 整天要求所有的领导人跟住你嘛 所以我们当我们要独立运作 我们要能够 自己本身 还可以借到力量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工具就很重要了 因为工具里面 比如说 有没有照片 有 就可以卖吗 这个人 你不要看他 样子很像奸商这样 其实他是正商 你有看到吗 对不对 就是 真的有点像奸商耶 真的 我真的看到这张照片 头痛啊 不过 你看 讲一下故事 对不对啊 卖一下 然后 你不要看这个很像流氓这样 开玩笑 你这样讲 这个 现在 刚刚拿一个亚洲企业大奖 对不对啊 对 超级接触企业家 开玩笑 是吧 超级接触企业家 亚洲 亚洲企业大奖 虽然他样子有点 不像 不过 他的确是 是吧 这两位 这位多年轻啊 你知道吗 对 对 今天他们所搞的这个品牌 这短短的几年里面 制造了奇迹 要懂 这些都 可以讲的嘛 他不认识 你可以介绍的嘛 所以你想他是神 他就是神 神里面 你要能够让他接受 那么有时候 他遇到的时候 哇 那个力量就大了 当然这些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啦 因为他们是公司的人嘛 对吧 那么这些人跟你就有关系啦 是不是啊 哇 你看这个 就坐在前面 是吧 一个一个卖 打开看 哇 你看他们现在 哇 哇 驾德式的 驾德式 驾计程车 驾程车 以前我要他来上我的课 我说六点开始 他六点 他说六点比较好赚 我去再课 本来要来公司了 遇到课 他又去再课 等我讲完了他才出现 他就说嘿嘿嘿嘿 他是这样喔 他说没办法啦 big hour big hour 他自己做的 放满多 多多少钱 就是那几毛钱几毛钱去赚的人 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本身的一辆汽车 他们一拥有的就是计程车,跟人家租的,或者一辆电单车,你们是不是叫电单车? 机车 来立威了,夸张到现在有六辆车,都是大辆的 结果买车还要背骂,要多惨 现在收入,这种人的收入,这六个都很可怕的收入 没有两个在这里 我们的产品,这些都是可以,不需要,他们的,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卖了,可不可以卖? 这个会不会卖? 这本身就是见证,最好卖,最好卖糖尿病 如果你画以前的照片更好,是不是 就是他不但得回他健康,他现在多成功,是不是 还有这个,好卖吗?非常非常好卖 所以这些工具都要有 刚才我手上拿到很多本这个 这种要去讲他,我不考自己卖自己,是不是 不可以脸皮厚到这样,工具 当然我们纯粹讲,这样讲产品,哇,产品很好,什么很好很好 当然嘴巴这样讲,那是不够的 我们可能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给他拿在手上 你看这我们的产品 然后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成分,是吧 什么成分,什么成分,多多少少讲一下 当他拿在手上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 最好有实际,就是真的一个产品的罐子给他 要一下有声音的,导出来给他看一下是怎样的,对吧 他的犯罪性就没有这么重 他也不用自己去本身想象 所以我们要足够的工具,工具一定要齐全 要不然你一个人这样用嘴巴这样讲,好难啊 好难啊,就像你用空手啃一棵树,容易吗 不容易的啊,不过可以做到吗 可以做到的,不过你自己本身很辛苦,是不是啊 你必须要学会那个空手道的黑带九段才可以,是不是啊 有几个黑带九段啊,是不是啊 拿一个句子就搞定了嘛,是吧 而有句子,你也需要熟练 有些人一个句子,杀杀杀杀,速导了 有些人要死要活,对不对啊 同样的句子,不一样的人,它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熟练,工具,你一定要很清楚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看过,绝对不可以 好,直接跟公司买了,看到顾客直接丢给他 自己本身里面是什么,你都不懂 你丢错工具给他,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好多好多很好的工具了 你们知道吗 都有这本吗 你不要小看这十六页,千万不要小看 还没看过 十六页,不要小看这十六页 我做东西没有做多余的东西 里面都有保的 里面都有某一些东西是影响到人的 它没有重复,也没有多余 好,所以你要懂得每一个字都看过 最好是哪一面到什么,哪一面讲什么 你都要很清楚,要很熟练 所以以后我要检查 我看到你的信心了 好,你就要有事就发生了 你的一定要好像检查这样的 这个钉跑出来的,还要用那个粘子 就是说你每次用这个讲,是不是 那么这个要怎么讲,要怎么切入,要怎么收 里面就是看你多熟练 你见了多少人,你临场多少次 这个好重要,你没有用这个讲 的确不容易讲 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在里面 你们知道吗 所有应该成交的产品的答案 其实都在里面 其他的乖乖的答案 我们不需要回答的 你相信我 其他乖乖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回答的 不是乖乖的答案 为什么 因为这乖乖的问题 是没完没了的 永远不会完的 他这个问题出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出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吗 所以足够的都在这里 完全足够来成交的 就好像人家问很乖乖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鹿什么颜色的啊 那么在抽取的过程 如果遇到空气怎么办呢 那么你这个鹿是吃什么的 我哪里吃到啊 对不对啊 你需要知道这个东西来吃这个产品吗 需要吗 不需要 你买个电视机 你需要知道那个里面那个电子板是做什么的吗 你不需要吗 按了有这个节目 按了有这个节目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啊 你要知道是结果 所以我们讲这个基本的给他知道 不过基本的一定要知道 这边里面都是基本的 基础给他知道的过后讲见证 是不是啊 见证讲讲一下搞定 这个就是结果 这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是吧 而不是整天在 哇 回绕在他的一个问题里面 懂吗 有些人说 这个鹿是自己养的还是野生的啊 哇 鸡蛋 对吧 我跟你讲你就会买啊 威弊嘛 对吧 他问这样的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不买 是吧 所以你不要跟他一起玩嘛 对吧 他这个问题你解决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跑出来了 你相信我啦 是吧 对 所以你基本的给他知道 讲见证 他的那个买的欲望就出来了 好 这个我们要懂得怎么样 这就是经验啊 多谈 去创墙 好 所以我们要懂得 这个不好给顾客了你知道吗 好 所以我们要了解工具 我们要知道什么工具是留给顾客的 什么工具是你自己本身的销售工具 好 那这些这些可能你的 数量比较多的话可以给顾客了 是不是啊 因为这些就是比较漂亮的 好可以给顾客看 好里面的资料 好 那什么语言都有 很多语言都有 你看多国际这个公司 好 好了 这种小分的也是 这些就是很重要的 好 然后呢 工具也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懂得推崇 懂得卖 卖的意思不是说我把它卖 叫它给我钱 的意思 我要把它卖到很有价值 卖到很有价值 你要会卖 我第一次听 就像这个Deximonia这样 真的 那一天我在我家 回到书房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在我坐着上 我就在电脑里面一看 我一看我就被吸引住了 看看看看 不知不觉真的眼泪就这样流下来了 眼泪就这样流下来了 非常非常的 为里面的人感觉到开心 和非常非常的感动 而且我们做的东西是很对的 因为我刚刚在卖这个东西 你们懂吗 我刚刚在卖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很自然的 讲你的亲身体验给他听 我去厨房管他屁事 为什么我说我去书房 对不对 不过那个是我亲身体验 我真的去到书房 真的在桌子上看到 真的放在电脑里面 这个就是讲故事给人家听 对不对 你自己本身必须要看过 你必须要看到有感觉 有所感触 那你才可以卖给他 然后这个老实讲 已经断货了 没货了 那么我只剩下一个 可能你的整个车都是 满车的这个DVD 不过你要给他讲 这是我的最后一个 那么我借给你看 我后天 后天可不可以 后天 我来给你拿回 你一回去你就要看 你真的要看 他有可能改变你很多观念和思想 回去看 你一定要看 他说不要啦 你是要最后一个 不可以 你一定要看 这很重要对你来讲 给他看 是不是啊 这个就是在卖的过程 我在把这个好像 我里面好像 我还拿了姿态都不一样 哇 对不对 他有价值了 不要说 哎 拿去 拿回去看 拿了姿势都不对了 对不对 这个有价值东西 你要说 哇 他讲的时候要很 很诚恳 拿去 哇 他会觉得 很重要 是吧 工具要会卖 这种技巧你们可以接受吗 可以 这边有没有顾客啊 这些大西摩尼 哎哟我跟你讲 我们的见证 会成功就是因为这些见证 是不是啊 要充分的利用就在你的身边 你不要没有没有推崇的 拉拉拉拉的一个分啊 油箱放啊 没有用的 你要为卖 你要把它卖的有价值 人家看的时候 他是集中精神在看的 他是 花那个时段真的看进去的 你要懂的 你要之前做好准备 把它 准备好他来看这个东西 马上就被影响 是不是啊 你就吃办公司很容易嘛 好 这个NDO也是 好 我之前讲的真的是比较好 好 所以这个NDO也是 那些要做的人 有问题的加限 出现问题的 你会卖 你要会卖 卖卖这个给他 问题就不见掉了 你相信我 好 这个一看就帅哥 一个 要会卖 这个是我们平常 我们领袖培训会的时候 我们讲的一个课程 我的演讲啊 这些啊 讲一些公司的理念啊 讲我自己本身想要做什么的东西 要会卖 你要了解里面的内容 然后你就知道他需要什么 你给他什么 是不是啊 今天River的工具真的很完整 虽然还是在 越来越完整 不过现在已经真的是完整了 如果现在给我推荐一个人 真的我其中两个 还是三个 我就可以搞定一个人了 现在 你要会用 而且你要很清楚 你要很熟练 这些工具 可以吗 可以 所以要去卖 这个做得很像堵神这样的 有时候我真的每次给人家害 最近的这个8月3号 我们有一个最新的一个领袖培训会 上一场 这个最好 这个最好用 我们谈产品不过没有讲产品 谈制度不过没有讲制度 真的真的 所以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很多 其实是我想要讲的东西 他们来帮我讲 里面也有我讲的 就是讲完了过后 我们真的是 没有动给人家攻击 配合的非常好 你们自己本身要去看 这里面真的是很多宝在里面 然后这些也是 之前我一个朋友 在我的车上拿到这个 在我的车上 我就交给他 我就卖卖一下 这是我们第一次 我们有三十二位领导人 从二十岁到七十四岁都有 什么各行各业人都有 在讲我们reway 为什么可以 我就介绍一下他的一些 topic 还很开心跟他讲说 哇这些 topic是我想的 我跟他讲 讲完了过后 他回家看 他就想做了 他一回家看 他就想做了 不我不让他做了 因为我的朋友不可以做 你们不相信啊 我的朋友不可以做 真的 我的朋友不可以做 很可怜的 所以不好做我的朋友 因为要分嘛 如果我的朋友做的话 我在跟你们竞争了 是不是啊 好了 这个也是 这些都是之前的 所有的领袖培训会里面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好 制度的 都有吗 有 好了 这些工具 我们要会卖这些工具 卖这些工具 给这些人 来帮你推荐人 来帮你 教育人 来帮你 把他们独立起来 不好用自己的力量 好 你要用工具 要用领导人 好 然后第三 你要用 会议 所以我们要每回必到 每到就必会 多到就多会 少到少会 不到 不会 对吗 所以很多人讲MTO MTO我听过了 真的我知道了 我DVD看很多次了 看过了 我知道了 这些人 有没有听过 有 有 有 我懂了 我知道了 这种人什么都知道 只有两个东西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那个不知道 是吧 什么鬼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知道知道上来讲 知道 是吧 对 不会 他懂了 我懂了 结果他在外面做的话 一直创墙一直死 是不是 所以每回要必到 而且我们要 每一个会议都要去过 我们才知道 什么会议带什么人去 对不对 才有效果 那 那产品的会议 我们要带怎样的人 公司讲技巧的会议 我们要带什么人 所以你什么 会议都要参加过 而且必须美会必到 而且坐在这边的角度 不是听这么简单 你就要想 如果是由我来讲 这个部分 我会讲什么 我会怎么讲 以这样的角度来讲 来坐在这边听 我就说 下一次轮到我讲 如果是我 我会怎样 可以吗 可以 所以一定要参加会议 然后会议你要带人 我们表扬大会 我们的领袖培训会 我们的最高峰会议 哇 这些会议吓死人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认真的看待的 而且是真的有国际水准的 你相信我 真的是有国际水准 今天我们去参加任何一个公司的表扬大会 参加任何一个机构的表扬大会 参加任何一个国家的表扬大会 参加任何一个国家的表扬大会 支持我 那么他就问我 听说 你们那天去的一个表扬大会 没有办法跟V位比的 我说 哪一个可以跟V位比 他说他这一生没有见过 掌声鼓励一下大家 那么你们有没有参加过 表扬大会有参加过吗 大多数我这样听应该有 感觉怎么样 有看过吗 有看过吗 有 你懂为什么会这样吗 你懂为什么我们花这样的钱在那边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是激励 不是激励这么简单 要激励老实讲也不需要做到这样 是不是啊 要激励我做一个台上来拿一个奖以生爽的 你们知道吗 已经很爽了 为什么要做到这样的化妆 目标 还有呢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要做到这样 我可能很多人不懂 因为如果我是直较商 我希望公司这样表扬我 你了解吗 如果我是直较商 我很希望公司给我一个翅膀 是吗 如果我是直较商 我希望 有这种视频来介绍我 我感觉很好 感觉很受肯定 对不对 我就做出来给你们 就是我希望公司是怎样的 如果我是直较商的话 我站在直较商的角度 我希望公司这样 我就把它做出来 就这样简单 对不对 也就是这样 我们要求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因为我们在成长 每个人都在成长 虽然它越来越好 越来越夸张 是不是 这次有翅膀剖出来 下一次可能飞下来了 是不是 可能轮到你的时候你就飞下来了 是不是 所以这次我们12月的表演大会也是很可怕的 圆的 它是四周围这样的 在室内体育馆 那么在中间的舞台 所以上来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上来的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 有没有 要不要争取 对不对 没有人阻止你 有没有人阻止你 有没有人阻止你去拿更高的位置 有没有 有啦 有 要不然你哪里会坐这么低 谁啊 谁 自己 为什么你这样奇怪 为什么自己阻止自己 对不对啊 他自己的消极的思想要阻止自己 是不是 叫他做飞马 飞马 笑死我 我做飞马 你看他不相信他自己做飞马 他冷笑的 他冷笑 他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难怪他做不到的 是不是 你可以坐下来思考 坐下来计划 坐下来执行出来 就这样简单的 没有人阻止你 你自己消极的思想要阻止你自己本身 为什么要做自己本身 为什么这样奇怪 对吧 谁跟我讲我要做 直销十大公司 谁讲的 谁跟我讲 我自己跟我自己本身讲 是不是啊 对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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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没人做过我 在历史上没有一家东南亚公司做到 有可能 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自己本身跟我自己本身想讲 是不是啊 为什么要阻止自己本身 对吗 我设好给你的那些位置 设好 我叫你怎么做 你跟我讲 怎么可能是我 不相信自己 对不对 谁设给我啊各位 所以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可以吗 可以 所以这个会议 我们的表扬大会 我们的领袖培训会 这些都是 一流的国际水准 真的 讲的话我不知道 不过他的外表 是一流的 是不是啊 其实他们的感觉都不一样 而且我们还在进步当中 而且夜做也好 对自己本身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 在reway我们的会议 最好建立的是吧 然后会议我们一定要卖 你要会卖 有一个新人 他卖卖一下 哇几百人 我给你一个真实例子 在 去年 六月份 我们第四年周年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在马来西亚一个小地方 就有这样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刚开始做reway 就拼拼拼拼拼 拼得很辛苦 然后就有一次他就听到 我们的副总裁 Dr. Kenny 我们的Kennie 拿都Kennie 就在台上 在卖那个 我们第四周年的这个 这个晚宴 在新加坡 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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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很厉害 哇那个人被激发你知道吗 他坐在台下 对啊 我要带人去 他驾车回家的时候 他的太太坐在他隔壁 他跟他太太讲说 太太 老婆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一定要吵很多很多人去 这个第四周年的表演大会 他太太说你要多少人 他说你这样呢 30人 No 60人 No 我要200人 他都在看出他 怎么可能 因为那个时候他呢 是怎样的情况 他还没有卖过一套产品 他也最多只卖几盒而已 卖过几盒啊 还没有卖过一套过来 就是说他之前又是破产的一个人 躲在一个农村里面一年 每个人看到他都怕 闪他 怕他跟人家借钱 这种人要做直销容易吗 不容易 所以那个时候 他跟老婆讲200人 他老婆说 怎么可能 可以 一定可以的 他回到家里 哇名单写出来 哇 谢谢他的哥哥认识谁 他都这样从那边扩展出来 懂吗 一个一个打电话 一个一个去卖票 一个一个去卖这个会议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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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 不会卖乱卖 结果呢 结果真的卖了200人 200张票真的出了 巴士全部准备好 他的巴士啊 全部都已经订好了 结果呢 公司没有票 那时候 听好了 他卖到了过后 公司没有票 全都收了 那时候公司的票很有限制 那时候 当然那个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那个会场真的是有限制 没办法 所以他只拿到几张而已 哇 他就发神经了 是吵了 来到公司吵了 所以那时候他就聚集这些人 一个一个问 这些有票根的问题的人 这个问 你是什么 我是Diamond 我是一星 一星你要几张 两张 OK 两张 想想一下方法 两张给他 什么星 两星 你要几张 五张 五张 几张 几张 十张 一桌 给他 什么 一定去到几张 30张 你哪里什么star 他说 我没有star 你要几张 我要两百张 那都可能太快了 突然间 这样顺着来 问到一个没有star 人要两百张 是吓到吗 对不对 你凭什么要拿两百张 你没有star 你凭什么要拿两百张 哇 他听了就不爽了 是不是啊 他说 他就讲回他 在很多人面前 他讲回他 是你自己那天在卖 你说谁想拿票谁去 是不是啊 我结果他也是没有话讲 虽然我现在没有star 不过很快的 我将会下一个elitrist 他这样讲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边坐着的全部都是star 当你听到一个没有star的人讲这样的话 很多人就给他人言人语了 对不对 那种眼神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要敢讲这种话也不简单 对不对 不过他听了过后 他觉得这个人勇气可嘉 真的 过后我有听到这个消息 我说可以吗 可以 我们就想方法 给他大概150奖左右 结果他真的带人去 真的带人去 结果他一回来可以 一回来可以 三个月里面 他就赚六位数马币的收入了 真的 到现在为止 短短的一年多里面 现在他是一个麒麟的领队 他已经成为麒麟了 多吓人 而很快就会坐飞马 12月就应该是表扬飞马 这叫借力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 他老婆也跟他讲不可能 所有的人都跟他讲不可能 不过他不管 他就去卖 他一直在卖会议 他投资好多好多的钱下去 巴士车 什么鬼 他不要 他收钱 当然他有收钱 不过他去安排很多很多无谓的东西 就是为了把这群人带去会议 然后之前把这群人准备好 准备好他们的态度去到那边 都好 马上回来可以 现在要快飞马了 是吧 单单一个会议搞定 如果这三个东西都会充分的利用的话 其实他要帮你去做这三样东西的话 那是很简单的 所以其实做直销它是很轻松的 所以刚才如果你跟着我的方法去做 刚开始的确你要去创墙 的确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累积故事的话 其实它也不是你想做这么痛的 你知道吗 累积故事累积故事 然后你要做的就是这三样东西 用这三样东西 来帮你做这三样东西 可以吗 可以